為身邊的人付出 得到的 這個有時候你會感覺 對方覺得是理所當然 那時候會蠻氣的 覺得很不值得 然後現在我們在家庭 在職場 在朋友間也都面臨同樣的情況 要怎麼樣我們才不覺得受傷呢 我們今天要來討論 那有一位人妻最近他上網 他PO文說小姑把哥哥股票的錢 當成是自己的 而且認為理所當然 玉鳳他怎麼說 好 這個人氣非常的火大 因為你知道最近台積電的股票 過年的時候六百二十塊 你過年沒買 現在八百二十塊 你就不一定買得下去 但他老公很棒 他老公在年輕的時候 因為也是做科技產業相關的 所以跟同事 台積電沒賣 那時候台積電才兩百多塊的時候 就買了 買了大概十張左右 那現在就已經發達了嘛 好 八百多塊 那他有一個小他十歲的妹妹 也是就是這個PO文人妻的小姑嘛 那那個時候他就不愛討論 結果他先生就是這個哥哥 就跟這個妹妹講說 台積電都有分配現金鼓勵 就是你去念個大學 那這每年反正我股票 我賺資本利得 我賺的錢我來 那你的部分 你就是收鼓勵 就類似什麼 獎學金 這麼多年來下去 不錯啊 有去考了大學 考上大學了 大一 大二 大三大四 念完了 然後這個小姑還是持續要求 是還要繼續領這個獎學金 然後哥哥也是繼續給喔 可是這一年 今年來講的話 這個人妻講說大寶要念幼兒園了 所以就把這個現金鼓勵 就等於說這個股子 這個現金鼓勢就拿去付了錢 付了錢之後呢 哥哥也沒有特別講 反正就是沒有匯給妹妹就對了嘛 因為錢拿去用啊 可是妹妹還是一直暗生有這條錢 要進來 那就一直一直去催出哥哥嘛 那哥哥就跟他講說 啊就是你大嫂 就是把錢拿去付大寶的學費了 那這個這有個美感喔 他們家可能不只一個小孩喔 你會叫大寶那肯定有二寶嘛 對不對 如果你有兩個小孩 那表示說家庭會不會是比較暗 所以呢太太就講說 不管啦 這筆錢我已經拿出去付掉了 但是這個小姑就一直吵著哥哥說 還是要到目前為止 到他po網的時候 還是要一直叫他說 你趕快把錢匯給我 是 這個網友分成兩派的看法 一派說不應該再給了 吵個幾次小姑就不會再要了 你不要都不要給他 另一派認為說 這是老公婚前買的股票 人妻其實是沒有權利管 老公決定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我先請教一下周老師 你覺得稍微把動作 這是他應該拿到的錢有合理嗎 沒有合理啊 這當初是因為有這個股息 因為台積電 他本身的股息還算 鼓勵股息還算不錯 那因為哥哥就是疼妹妹 所以他才會說 要獎勵你去讀書 所以他才會把這一條錢說 如果你要以後 我把這條錢給你作獎協金 那不代表說以後永遠是給你 就是說你要在這個讀書中 我給你作獎協金 但是因為他有家庭嘛 每個人都有家庭嘛 家庭一定帶母子 要生孩子嘛 孩子也要讀書 以後這個獎協金 當然是要拿到 回來鼓勵自己的小孩 因為鼓勵自己的小孩 因為讀書是要給他 買還是要鼓勵嘛 所以這是不應該再給小姑的 對 但是這個問題是誰 大嫂是不是應該出來喊這個話 我覺得大嫂是也沒有這個權利 因為為什麼你討厭 人家這是他婚前的事情 所以說人家他討厭 會感情如何 那是他們的事情 所以你不應該告訴我不行 我這個錢我要拿回來 讓我兒子贏 這樣這個有一點點的過頭了 所以一個打五十大板就對了 不是 現在這個事情要怎麼樣 小阿爸 我覺得嫂嫂要把這個問題推給哥哥 哥哥要很圓滿 很婉轉的跟妹妹講 妹妹也要自己知道 人家說合格在哪裡 自己要知道自己的道理在哪裡 這做這個不知道會完不完 這根本就不用差 不過我老實講 周老師 這個臺積電鼓勢不錯 這個話我修正一下 臺積電是股價很好 公司是好公司 他股息其實是不好的 因為他股息大概都每年只派發三成而已 比方說他他今年這個賺一百塊 結果他只拿三十塊出來給股東 一般 你知道一般的公司 正常公司大概分多少給股東 你知道嗎 多少 六成 六成算不錯 所以像他現在這樣 正常是六成 那如果你分給股東七成八成 那這公司真的就算慷慨 對 那你不能講臺積電不慷慨 是臺積電很多錢 要賺的錢 要存錢去再投資 現在他十張股票 他大概他可能給他妹妹一年是多 如果以最近二零二三年來講的話 他是分四季配 然後有時候三塊 有時候四塊 大概就算一張大概是一萬塊 一年下來大概十幾萬塊 差不多 一萬塊 那有十張大概就十萬塊 對 股東怎麼樣 我覺得這都是辣 你再給我問 你才這張坐張 沒有啦 我們那時候是十張配八張 所以配很多 對 那時候有股票鼓勵 是 好 這不用話 你已經賣掉了 這個全台灣有 可能有 我不知道幾百萬人跟我一樣 在後悔說 為什麼我把它賣掉 一張都不存嗎 一張都不存 因為我賣的話我都會 因為我全部賣掉 你就會不知道他的未來 我都賣的話我都會 還會關心 不是 你要關心 好 我們不要講台積電 那會很關心 你演話 老師你也有 心痛 心痛 老師你準備多少 那個時候都是一百多塊而已 那多少錢賣掉 可能是差不多兩百左右 以外就不可以 方法這樣有賺到 你賺很多錢 對啊 那都一百多錢賣掉 那錢賣掉 如果放到現在 不得了 對不對 好了 對 那個我覺得那個 就這是兩個 剛剛其實總老師講的好了 想不到講到這個話題 叫大家這麼傷心 全台灣都一手跟講 那個男人要 所以那個男人要來解決問題 那個玉峰 玉峰在講說他讀書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小姑不聰明 既然是獎學金 幹嘛大學四年就畢業 對不對 五年 五年畢業 六年畢業 主要開七年都可以啊 那每年就有得領了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既然是獎學金 那已經沒有面書 已經畢業了 我本來就不用給你嘛 如果你還要 你去考研究所啊 我再給你啊 沒關係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在這個小姑 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小姑沒有道理 對 沒有道理 但是太太 太太 當然照理說 他不應該出來講話 可是你知道夫妻一體嘛 那這個錢 我的錢往外面流 不管流到哪裡去 我都會不高興 不管是留給小姨 還是小姨子 對啊 總是 所以太太會有這種心 說這個錢 應該在我們家裡 是 公尉 是 你看怎樣 我個人覺得這個老公 要負起很大的解決 這種糾紛的責任 因為畢竟錢是他自己的 他當初答應給自己的妹妹 這些獎學金 那事後 如果老婆又比較強勢 那家裡也有一些需要的開銷的話 他得去解決這件事情 那我認為說 可能這個原本 並沒有很充分的 跟他老公去溝通 這樣事 如果有溝通的話 其實也沒那麼嚴重 因為就像我們剛剛 大家所提到的 我當我知道我老公有一個私房錢 是給自己妹妹的時候 假設我可以做一個有效運用 不管是給小孩子的學費也好 或是我把它當成是一個家庭的旅行支出 他會覺得我是多出來的 就何樂不為 當然他會想要去爭取 但是我覺得這個燒鍋 真的沒辦法 那時候後醫說 買給你做獎學金 你大學就逼了嘛 對不對 現在還要跟他買 原PO真的生氣是說 他跟小姑講那件事 他說我已經原本已經有買一個東西了 我已經把這個錢當成 我要支出的 他聽到說 哇 你怎麼把這個當成理所 其實我問你的重點是 你有沒有台積電 我慘的是 我買的是聯電 聯電也不錯嗎 沒有 我是被套的那一種 真的嗎 你不就更傷心 更傷心 所以我每看我跟他都不講話 你們還要賺錢 我早就虧錢賣掉 聖美 你作為這個女性 你覺得誰比較大理 當然我兩個店都沒有 所以我來講一下 我的看法有一點點不一樣 是因為我們今天有一個主題 是在於就是一個理所當然 我認為這個哥哥 從小就很照顧妹妹 因為小了十歲 所以妹妹也覺得 哥哥要把東西給她是 是理所當然 可是哥哥結婚之後 妹妹的想法 剛剛各位都有講過 就是我不管 你就算現在是結婚了 你還是我哥哥 所以恐怕他也不會去思考說 我都已經大學畢業了 我不應該領這個錢 而且人家有家庭 問題是 沒有沒有 現在有一個貓逆事 這就是我要譴責男人的部分 因為這個男人長期的 被妹妹視為理所當然 對不對 該給他錢 但他現在甩不掉這個包袱 因為我認為是哥哥都想要不要再給妹妹了 如果哥哥的心態也是這樣想 我都有大寶二寶了 我當然不可能再顧及到妹妹 可是我說不出口 所以呢 也不要去怪這個大嫂 為什麼呢 我認為是 她去跟妹妹講的時候 她說不出口說 哥哥現在結婚了 哥哥現在都有二寶了 所以這個錢我不會給你 不可能 所以她一定是拿老婆當理由 說不好意思喔 那個你笑對不對 很多男人不都這樣嗎 那個大嫂 這個已經把錢都已經付在大寶的幼兒園了 這個不好意思 講半天 她就把鍋甩給大嫂 因為她會覺得理所當然 是大嫂的問題 不是我妹妹 我還想照顧你喔 可是是因為大嫂 所以你看這裡面不是講說 那個小姑跟大嫂大吵了一架 不是 跟哥哥大吵一架 你看這個哥哥 通常家庭是這樣 第二就是那個大的 常常他必須要無怨無悔的付出 對 兄弟姐妹覺得理所當然 對 你如果沒有付出 他反而怪你 第二個是 家裡那個比較賺 比較多的那個 好像也要這個多付出 你如果是沒有付出 你如果付出是理所當然 那如果沒有付出就覺得說 你當生 無良心 家庭 無情無義 對 有感受喔 對 有 有 有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准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